赶桥的福州车站9月2号才刚刚通车 但是被发现车站里头到处都是缺失 墙面漏水了 栏杆松动了 电箱还可以随便的打开 月台柱子有水龙头跟突出来的支架 小朋友经过很容易撞伤 在地面上还有铁丝 旅客走过去很可能就会被绊倒 而台铁承认这是因为赶着要通车 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些小细节 就太吵帅了 所有的细节都太吵帅 栏杆松动摇一摇都快拔起来 一楼后车座椅后方墙壁漏水 月台地砖破裂 完全看不出来 这是9月份才刚开通的新车站 福州火车站 福州车站到底有多夸张 看到这个后车亭这边的柱子 上面竟然有这个尖锐物品 小朋友很容易撞到 而且这个电箱呢 我可以直接打开 再来包括看到这里 居然还有一个水龙头 可以直接打开来 月台电箱没上锁 里头电源总开关可以随意搬动 消防设施箱竟然有一瓶瓦斯枪 最不可思议的是 用了才两个月的车站 地砖中间居然有条铁丝露出来 要是没注意半岛跌落轨道 谁来负责 这样火车有时候会很快的让过去 其实蛮危险的 楼梯它那个楼梯好像没有很整齐 就是会有凹洞什么的 它的站比虽然很小 可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太危险 确实多到数不清 工程品质简直是零 月台甚至没有座椅 旅客只能坐地探袭 9A5号那一天就准时了通车 所以我们整个这一份 是在赶工的情况下 还没有验说 台铁赶着通车 工程草草了事 虽然是简易停靠车站 但设施状况百出 打旅客安全开玩笑 实在太夸张 中文陈一帆李摩云 新北市采访报道